哈囉 哈囉 歡迎收看台幣簡卉 我覺得各國呢 因為文化不一樣 所以衍生出很多 我們生活的習慣 像上次明川老師有說 他去法國的時候 吃那個生菜沙拉 覺得要不然用刀叉切一下好了 這樣更好入口 結果胡錫生超生氣 覺得你為什麼要切 因為他這樣剛剛好 就是一口的大小 你是不尊重他們嗎 我見惡了主持的用心 對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其實不是說這個國家很難相處 其實常常因為我們文化的關係 各種國家會有不一樣的文化 所以今天呢 我們來聊聊各國有什麼樣的堅持 還有他們的執著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連菜都不能切 對 我都不想講他們吃漢堡 還用刀叉了 對 好 我覺得我們先從 看起來好像最自由 什麼都OK的美國 開始獎金 你們有什麼執著 千萬不能去做漢堡 不能去踩到的 都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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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想這個事情 想半天了 其實我們有一件事情 不能就是隨便開玩笑 就是美國是不是等月 喔 等月球 等月球 對 因為我們在美國我們就是從小學校 比如說在那個你屋歲的時候 我們都會睡123 還有ADC 然後我們也會睡 我們美國人也是等月了 所以如果你就是說出來 美國真的是去月亮嗎 我們會認為你真的是瘋掉了 所以如果你是看我們美國的胡椒 你會看就是北京都會有一些 美國的地點 特色 比如說Rocky Mountain 還有那個 不是毛頭銀包的一個嗎 老銀 然後那個自己的秘書 還有我的老家 還有那個Mont Rushmore 還有那個最後的一張也是什麼 金碟 月亮 等月球 真的是 因為是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在我們的歷史裡面 真的很嚴重嚴重 就是那麼嚴重就是說 我離開那個美國 我第一次離開美國之後 我遇到了一些人 他們真的認為美國沒有去過 然後他們就說 左右你真的相信美國去月亮嗎 然後我突然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是算一個比較開放的 一個美國人 但是他們一說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真的是發抖出寒生氣的 真的喔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了 我就 我好生氣啊 不知道為什麼啊 好突然有個手法 我們都能夠相信 你們去登月三個世紀嘛 對不對 不過我們 對啊 我們不在乎 我們不在乎你們什麼去 你講中很生氣耶 你講中長爾啊 我們要上去的時候 多美是這樣子耶 對啊 對啊 我們都不在乎上去耶 對啊 而且我們穿很漂亮的姿勢 對啊 而且我們要穿 我們穿得不小心上去 對啊 而且還要打馬鈴 這樣子 不過各位 這些東西我們不放在心裡 因為我們在護照上 也不會提這種東西 對啊 OK啦 是啊 可是其他國家 你們真的會把這種嫦娥 不是 嫦娥 是... 美國 對 這種事情 你們真的會來討論嗎 其實南非會說是假的 我不知道 這可能是羨慕吧 羨慕美國帝國主義這麼偉大 這麼厲害 對 所以他們有點就是 美國人就是騙人的 這不可能上月球 你看那個影片怎麼跑 那個月球怎麼會是這樣子跑呢 然後你看那個影子 太陽在那裡 影子怎麼會往這邊跑 就是會有很多這種奇怪的邏輯 想要說美國是假的 其實我也是了解 因為我說的就是 美國人我們不會生氣 我們真的會認為這個人是妨了 所以我們一聽到 我們就覺得 OK 而且你們是從小 就覺得跟身體 就相信這個東西 從小被洗腦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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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沒有錯... 可怕 詩漢 那你們義大利人 會討論這件事情 會討論這件事情 我覺得... 因為就是義大利 就是我們比較喜歡 討論的那個是 就是... 我們... 很多義大利人會覺得就是 其實地球不是... 圓的 就不是圓的 是平的 對... 所以就是... 這兩個話題就是一起的 對... 那是平的 那就是怎麼可能會去月亮那邊 如果是平的話 就怎麼會去啊 那種... 那就是... 那就是... 每個國家的症狀不太一樣 對... 美國人... 我不懂欸... 因為美國就是天生 比較... 就是... 都笑笑的 對... 然後都... 很開朗這樣 對... 然後都感覺就是... 很關心你的生活 對... 很熱情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也是一直認為 美國人就是... 非常的友善 是... 因為我們每次... 我們是觀光客嘛... 我們到了當地 大家都對我們很友善啊 就是... 都跟你聊天對不對 可是有一次我在地鐵裡頭 就是呢... 不小心踩到隔壁那個人的腳 哦... 那我們的第一反應一定是... 台灣就... 不好意思... 對... 轉到腦子裡翻成英文 就... I'm sorry... 那個人就現在一直瞪著 我想說... 唉唷... 你不是應該都好好的嗎 我只是踩到你的腳 因為他瞪著 我就有點緊張 我就再跟他說 I'm sorry... 然後他突然一秒 從很生氣的臉 突然變很嚴肅的 跟我... 就是... 英語教室講了一大串英文 大概我就是聽了大概八... 七八成是聽得懂 那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說 I'm sorry... 你只能說 Sorry... 蛤... 他說因為你加了 I am 有主詞跟動詞 就是... 我很抱歉 表示你是故意踩我的 蛤... 真的喔... 你... 你說這個我有點... 欸... 這個人好像有點過分 對啊... 是他不是... 很有意思... 很有意見的美國人 但是... 但是我發現... 其實我在台灣的時候 比如說我坐馬路 然後別人不小心碰到我 你們都會說 I'm sorry... 然後我就... 事情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 因為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所以你就... Sorry... 不好意思... 對... 如果事情更嚴重 你說I'm sorry... 所以... 所以這件事應該是沒有到更嚴重 所以沒有...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人就是 突然給你一個免費的英文課 太... 對... 不用算英文課 太... 太... 對啊... 可是我覺得美國有讓我一個 很困擾的點是 他滿喜歡問候 就像老師講的 他就是很喜歡 How are you doing? 就是去買個咖啡 他還會問來問去 然後我有時候就想說 如果我真的跟你講 我今天不好呢 你那麼關心我 對不對 我覺得你... 你很想跟我做朋友 然後比如說在那個... 得來宿 得來宿 我剛剛說得來宿 得來宿的時候 他就... How are you doing? 然後我就想跟他講說 Ashley I'm not good 喔 然後我就講囉 那怎麼辦 然後他說 喔... I love your back 他根本沒有講話 他只是想聊 他想聊的 其實是很執著 跟你滿滿的問號 對... 其實如果你是 認認真正的回答 有一點不禮貌 如果他們是紐約 你就說Fuck you就行 沒有... 你是... 我們公公課不能這樣吧 沒有OK 說認真 你只能說 好 或者你可以說 Live in the dream man 我正在做嗎 就是應付他一下就好了 對... 不能隨意跟你講這種字 所以意思也不說 意思就是這句不要太認真 對... 好 接下來下一個毛很多的義大利 就是我想說 就是我們... 就是... 不管是台灣還是其他國家的人 你們不要亂用義大利的手勢 因為就是我們的手勢 不是真的亂用的 就是我們每個手勢都有自己的意思 然後就是在某一個對話情況中 就是你要使用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在台灣 在出國的時候 就是我會遇到一個人 然後他發現我是義大利人的時候 他會一開始用 啊...spaghetti pizza pasta 啊... 我就是... 我在那邊就是說 啊... 我要... 我要做你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所以就是說 我... 我現在給你們... 教你們一些手勢 就是會常用 那就是這個 這個... 的意思 就是說 什麼... 法國人不要一直挑釁他們 就是... 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清楚的時候 就是可能就是... 也有點沒有奶... 就是不奶泛的意思 不奶泛 就是說你在那邊 就是可能就是對話... 就是對方就是跟你講 就是... 一個... 然後你不懂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 你覺得對方沒有道理 所以就是... 什麼意思 就是你在講什麼 你在做事情 OK 然後再一個就是 我們就是要離開的時候 其實有分兩個 就是一個是 就是我們要走了 我們要走了 走了就是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子 我們要走 就比較溫柔的那種感覺 但就是如果你要就是... 比較生氣的那種感覺 就是要說這樣子 就是... 你最好你給我走 你最好你離開 快滾快滾 對...快滾 還滾 還滾啊 還滾啊 對啊 對... 我一直以為這個是很好吃的意思 這不是很好吃的意思 對... 告訴你很好吃 我覺得就是你們都誤會的 因為就是我發現 義大利人就要抓... 就是他們在對話的時候 他們在講話的時候 就要抓終點的時候 他們做這個 抓終點那種 抓終點 抓終點 這個手勢在我們節目以後 可以常用喔 對... 講重點 還有...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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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 重點...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 重點... 好了沒 誰理你啊 滾啊 好耶 你們剛說一句很多耶 對啊 光是手勢... 你... 他們的食物 他們的食物很多禁忌 但是有一次我要煮義大利麵 就之前那個一群聯合國集合在一起 聯合國 然後我們就想說煮飯 但義大利的食物算最好煮 就是麵啊醬啊用一用比較快 可是你要遵守規矩 尤其是你不小心邀請了義大利人 就有一次我們要煮麵 可是在台灣的那個爐具 煮麵不是有一個很像日本那種鍋燒的那種 有有有小鍋子 小鍋子然後一個木熟版 所以義大利麵條放不進去 不行 旁邊會燒焦啊 對 如果放進去他們有手勢 你要先旋轉放 然後它就會打開 對 然後它就會慢慢進去 對 只有一個方法解決嘛 折斷 沒錯 我折斷的那一刻 他的靈魂直接跑出來 他真的 因為折斷他就等於死亡了 他好生氣喔 我沒有看過義大利人這麼生氣 然後真的是 你怎麼可以這樣糟蹋我們的傳統 你不可以折我們的義大利麵 然後很氣他說 你知道我們的麵條是良好的嗎 這樣的長度 你捲起來才是剛好一口放進去很舒服 就連嬰兒在義大利吃都不用折麵 我們比較算好的 我們比嬰兒還不會吃義大利 真的 我們連嬰兒都不如 真的很氣 我給你這樣一個故事 看你還是那麼善良 就是其實因為美國 我們有很多很多義大利的侯代 所以我們都很熟歡迎很多那個義大利菜 比如說最傳統的那個鳳梨披薩 還有那個椰麵啊 什麼之類嗎 傳統 但是我們煮義大利麵的方式是有一點點不一樣啊 然後有一天我是給一個義大利朋友煮麵 然後因為我自己我知道怎麼煮麵 所以我不會做這個 但是為了細分為了感覺 我就做了這個事情 我們都煮好麵 但是 因為你看這個麵 你怎麼知道是煮好了還是還沒煮好 那有一些人都會直接吃 但是美國有一個特別的一個方法 我們就拿出來一條麵 然後把它扔在冰箱上面 如果它貼上去 黏住 可以了 然後我做這個事情 然後我義大利朋友 真的就 烏油了 就不是生氣 就生氣到過分 爆炸 這麼大爆炸 心裡都空了 的感覺 所以是它那個麵條 丟到冰箱上面黏住 你們義大利人 是沒辦法接受的 為什麼要 就是 我被倒了 沒有道理啊 就是沒有道理 那我們要怎麼測試它到底有沒有什麼 咬一口啊 咬一口 很燙耶 對 好了 夠了... 我們要繼續了 就是我想問 我想問問題 義大利每次都是說 它的人很重視他們的咖啡 沒錯 早中晚喝的咖啡都要不一樣的 早上不會 要有奶的 下午之後就不能有奶的 各式各樣用手作的之類的 那為什麼在米蘭的捷運啊 他們現在有很多這種 含 機器 販賣機的 對 販賣機 沒有靈魂的咖啡 很重視嗎 為什麼會用這個 而且這種是用紙杯的耶 因為紙杯 一般人們喝咖啡也是不行的 人家好像紙杯用喝紅酒一樣 是不容許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對啊 你怎麼那麼隨便 我覺得 這一機很累啊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這個的話 這個不只是有那個 就是那個捷運站裡面 然後這個高鐵上面 學校裡面 醫院裡面 到處都有的 然後我覺得是最好喝的 但是這個我覺得是 最適合那個 上班族的那些人 因為他們 我們如果我們要靠 就是我們參考我們的文化 就是咖啡你要慢慢喝 享受它的味道 那就是 上班族就是他們沒有時間 對吧 他們就是按那個 然後這個是其實蠻便宜的 然後就是你按那個 然後就是喝一口 然後就走了 對 好的 然後說到用餐的規矩 對啊 因為我其實 對吃我就是比較隨性 到日本吃飯 我也是非常緊張 因為我的個性在日本 就是會覺得 那個主廚都會很不開心 就是比如說我們吃那個 然後他就會配好嘛 就每個揚子都有一定的份量 然後裡面那個 芥末要多少 醬要多少 然後因為女生 我們吃到後面那個飯 我就會說我那個飯 可以減少一點嘛 喔 臉就開始不開心了 喔 然後吃到就我覺得 味道沒有那麼重的時候 可以給我一點那個 醬汁嗎 喔 那個臉就是本來 有很有笑容 我就開始越來越嚴重 他覺得你到底 不懂不懂吃啊 這樣子 然後帶我去的日本朋友 我就說 那個廚師有點不開心 他說因為你剛剛一直提了一些 很失禮的問題 就是他的黃金比例 你是不可以亂動的 而且你去那種很好的餐廳 他們都是 每一道料理 都是精心研究出來給你的 然後你一下飯要少 一下醬油要多 然後他就說 你可能下去就是黑明蛋了 黑明蛋 他每個人口味就是不一樣啊 這是很不禮貌的行為 我是反而 我聽到這樣子 滿驚訝的 因為 就是交給你喔 師父我交給你了 所以我 就 比例都是剛剛好 我也覺得剛剛好 所以什麼醬油 醬油啊 芥末啊 這個是台灣人的想法嘛 我沒有 我從來沒有這個想法 這個一點點 那一點點吃啊 原味啊 好吃 這個是開心的吃法的 所以就要什麼 少什麼 多一些什麼 少一些什麼 我是沒有這個想法 所以聽得很驚訝 有這個想法 我們台灣人很喜歡 自己加醬啊 對啊 是不是吃飯桌上 都有調味料啊 就是你想自己加 都可以自己加 所以日本話是交給你了 的意思就是不要再麻煩師父 師父做什麼就吃 對 完美比例 師父是專家的 他是做什麼都剛剛好的 對 我們只要醬油就鹹了什麼的 是 辣的什麼的 不行 我想補充一下就是 因為我個人覺得 這是台灣人的一個習慣吧 我覺得台灣人就是比較 想法比較多 特別想法就是 個人的主觀意思比較重 所以就會很 對食物也好 各方面都會很要求比較 以自己為主 以自己為主 對 就好像真奶這樣的東西 就好了 台灣的真奶會有分 你填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可以做到十 但在國外在韓國過去 冰跟糖都沒有選擇 後來有也是我們會選擇說 少中或者多 就這樣子沒有了 不會像台灣做到這麼客製化 那南非咧你們在飲食上面 南非應該非常的free吧 吃東西 南非其實蠻奇怪的 因為可能是英國的殖民地 所以我們其實對 我們如果坐在餐桌的話 那個禮儀是非常注重的 就像英國的 就很像 但應該差不多 可是你可以回到那種 很傳統的英國 就是如果我跟我外公吃飯 手肘不能在桌上 手肘一定要在空中 對 然後我的刀叉 我如果要 我要離開還是幹嘛 他有一定的擺法 對對對 我還沒用完 我不喜歡 我吃完了 家裡吃不會到順序 可是就是 我怎麼拿我的刀叉 我怎麼切 我的手肘在哪裡 我的坐姿是怎麼樣 我是下去吃 還是我是把它放上來吃 這全部都很要求 可是我們在烤肉的時候 因為南非人很喜歡烤肉 烤肉已經是我們的 日常 我們烤到已經變 烤肉是日常 日常 真的每一個週 每一個週末一定會有人烤肉 就百分之 你不烤肉你是個很奇怪的人 一定會烤 但烤肉呢 像我們就很注重文化 烤肉就變野蠻人 就像一群猴子 站在火旁邊 這個熟了 好燙好燙 可以再換這種手嗎 直接用手 直接就用手就進去 真的 然後如果真的 真的很有手套嗎 沒有 沒有手套 而且可能我們烤肉真的很專業 我們的火的 這裡的火比較熱 這裡火比較沒有那麼熱 就炭在這裡沒有炭 所以那個溫度是有分的 那已經烤熟的就會先放到旁邊 旁邊是保溫的 旁邊是保溫的 或者是就烤好了 那你隨時要來你就是吃 好專業 就是直接用手拿 你不能不用手拿 那如果我今天用刀叉會放到盤子上面 你就會被嘲笑了 蛤 這個小公主要一個刀叉 小公主要刀叉 她要刀叉 南非文化蠻特別 就是我們地很大 所以家都很大 幾乎每一戶都有泳池 所以我們烤肉也是在外面 對 就在泳池沖一沖 泳池 泳池是漂白水啊 那個很乾淨 泳池太危險了 泳池不是就會浮血 泳池油在上面 那你們有泳池都有烤肉味耶 對啊 好 我可以了解為什麼 你們會有這個想法 但是泳池它一直在動嘛 它有那個Jacuzzi在噴嘛 循環 所以你的油在上面 它也是漂到最外面 然後就被吸下去 可是那你的濾水 不就是油膩膩的嗎 不會嗎 濾水要濾好多昆蟲啊 泥土沙子啊 就一件天油油什麼 他的意思是說油算什麼 所以南非人很奇怪嘛 我們吃飯就是很紳士 很女士這樣子 可是烤了 猴子吃 吃 他要刀叉啊 你們沒有中間 沒有中間 好的 接下來泰國 你們也是感覺很隨性啊 有 但是有一些事情 我們是非常的 就是很尊重 堅持 對很堅持 就是我們佛日當天 是不能做愛的 佛日 佛日 對 因為我們覺得那天 如果你做愛的話 會發生不好的事情 那在泰國每個月都會有佛日 每個月都有 每個月有四天 然後也沒有固定日期 你只能看日曆才知道說 如果有佛像的圖案 就是佛日 那如果那天你做愛的話 會影響到你就是保護 保護你的神明的那個力量 力量會減少 那神明的力量減少之後 就可能會影響到你的命令 然後你的身體可能就會變得不好 容易生命 對 沒錯 然後呢 我們還相信說 如果你做一做 不小心有小孩子的話 小孩子生出來 就會很不怪 很皮 對 但是反過來 你如果生小孩的當天是佛日的話 是一個很好的日子 是很不錯的 然後呢 有些人很嚴格 就是他們還說 九月的時候 整個月都不能做愛 因為 因為那一天 我們泰國人覺得九月是 如果你做一做 又不小心有小孩子的話 小孩子生出來可能會死掉 不然就是會特別的皮 對 然後呢 我坦白說 我之前也非常的嚴格 然後我老公晚上 連碰我一點點 我都說不要不行 但是就是已經生完小孩 然後我現在已經住在台灣了 我談心很... 妳有關係喔 談心很多 因為...因為本來就很... 有視察... 對 我覺得那個文化 可能不會跑到台灣 然後就覺得 這麼嚴格 本來就很少 這麼嚴格 應該是不用... 不用做了 對 就覺得 沒關係這樣子 而且台灣跟泰國的 鬼月日子不一樣 對 我們是七月 但是大家有聽過 其實在台灣端午節 那天也是充滿了晦氣 端午節 對 端午節 端午節怎麼了 大家也是說 那天不可以做愛 我告訴你 對 真的 因為那天充滿了晦氣 對... 你說端午節也不能做愛 對 是怕做完會陷出原型嗎 因為那天晦氣很重 所以怕就是 有不好的東西會上市 我以為是怕 真的耶 出來變白蛇或青蛇 不是 對 所以我想問一下 其他國家你們有沒有 就是比如說 有特定不能 就是要像我們一樣 愛愛的日子 有嗎 有耶 香港的話 我們說法是 年初三 就是過年的時候的 年初三是 刺口 那天就是殺氣 會不好的事情 會容易發生 所以初三也不會有人去拜年 也不會邀請朋友來家做客 而且連初三不能做愛的原因 是說 晚上的時候是 老鼠處妻 老鼠處老婆 對 所以那天也是不要 驚動到那天的氣 不然的話 你會打擾到他 而且還會放那種米啊 蛋糕啊 在廚房給老鼠 因為他那天要娶老婆 給他吃甜甜 對 真的 所以是廚房 對 台灣好像也一樣 對 那義大利有類似這種 我們有相反的 其實我們跨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一種說法 如果你在跨年做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會一整年就會做 那個那個那個東西 所以就是在 在跨年的時候 最好你要去做愛 那整年那個 跨年做愛 整年做做很愛 快年就是真的這樣子 就是說 就是你會看就是 五四三一 新年快樂 然後一堆人在親 然後就是那些堆人 就會不見了 快年你要跟朋友 然後做一個很好的東西 這樣壓力好大 所以你跨完今年的年 你要趕快定下一年的房間 不然那個都聽不懂 真的 會搶到他 全國都在忙 你真其心 我們果然是隔壁國家 因為其實法國是類似的 大家都知道法國很愛把工 對不對 可是做愛這件事情 不罷工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就是天天做 每天都要做 不會罷工 這個法國的 很多人去法國 會覺得法國人 可能比較不友善 比較難相處 可是不要誤會 我覺得對法國人 是有一些誤解 法國人是很 這麼說 很重視自己的文化 跟語言 比如說法語 法語就是很有文度 很有文化地韻的一個語言 可是很多遊客 他們來法國的時候 他們先跟我們講英文 還是別的語言 我們會覺得 你沒有去去學基本的法文 幾句什麼本書 謝謝 你跟我講話 就是直接用用英文 我覺得你根本沒有心 去瞭解我們的文化 真的是 對法國人其實很蠻 很蠻友善的 不會頭皮 對 你的講話 你讓我講話好不好 好 好 你說 為什麼法國人 來義大利的時候 就是會一定說法文 你們應該學一些 基本的義大利文吧 對 你是對他講話 沒有興趣嗎 我跟你們說 因為我剛剛說 法文真的是很有文化地韻的 很深的文化地韻 所以我們去隔壁國家 一定要 一定要跟別的國家 分享我們的 這不好聽 不是 常識在語言 先生 你用這種邏輯 等於不用學其他語言了 真的 沒有 我就不要再回答 沒有講話 我們常常說啊 英文啊 是講不好的法文 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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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是Revolution 對不對 法文本來就是Revolution Revolution 很好聽對不對 Revolution 他被他們講 變成Revolution 好 就是有一點 輕鬆代表 有一點 控制不清的感覺 像La Tour Eiffel 那個Hefel Tower La Tour Eiffel 很好聽對不對 英文就變成 Eiffel Tower 這很 很輕重啊 因為我們覺得這種比較好相處 因為很好聽 對不對 好啦好啦 我不講 生氣啊 生氣啊 我會生氣啊 說到語言呢 因為香港人愛講風水嘛 所以我們講話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忌偽 我們會覺得 你講這種不好 就是這種諧音的話 會就是聯想到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香港會講話有一個 全香港我可以這麼說了 都有個默契 我們會就是講話會 曲級比胸 為什麼 因為廣東話的空跟胸的發音 是一樣的 怎麼發音 空就是空 這個胸也是空 胸位沒有人想要做的 對 例如說 那個物流出口貿易的行業好了 如果說那個貨櫃是空的話 我們不講空的櫃 我們會用集櫃 這個就是機程車司機 最不喜歡的就是集車 集就是空的車 就不代表你是在空氣 你就沒有客人了 我們去拜訪人家的父母 看到對方的媽媽 台灣的會直接說阿姨嘛 但是另外有一個講法是 伯母 母就是 什麼都沒有 我的廣東話的發音就是 母 沒有 你沒有 就什麼都沒有 就代表你不好 我們會改口 就是叫他 伯友 就你什麼都有 伯友好 奇怪 我講香港話怎麼講 把謠 把謠 所以他別的爸媽要說把謠 對 或者他是姓什麼 黃太太也可以 但有些人如果是紀委長 就是長輩會紀委這種東西 都不會這個母 都不會講 這個執著滿重要的 但這個語言台灣也是有這些類似的 比如說我們日常 最最常 我到現在還是非常confused 就是餐廳 不能說我們 人家說請問你有沒有幾位 我們說四位 他轉頭就是說 三加一 三加一 想說怎麼了嗎 四位怎麼了 對 對聽了 我也聽過 對他們就會直接說三加一位喔 這樣 就覺得很奇怪 對耶 我們買房子早期也是四樓會比較稍微便宜一點 四樓沒有人想要透 早期的房子 電梯裡是沒有四樓的 對 尤其醫院現在還是沒有四樓 會直接變五樓 對 服飾也很好 中文跟泰文的那個語言文化也覺得 我覺得差別真的是很大 像我之前有一段時間是在減肥 然後呢 那段時間的晚餐我就會吃特別少 然後有時候就不吃 但是那一天 有一天我婆婆就買一個 我愛吃的滷味 然後我就想說 婆婆很用心買一個 我喜歡吃的東西給我 那我也不好意思跟她說我不吃 後來我就跟我婆婆說 我看到你我就 我就吃飽了 妳覺得嗎 對 我就這樣 我婆婆的表情 就跟你們的表情是一樣的 我怕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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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戴泰文也是一個甜蜜的意思 我不知道 因為這句在泰國的時候 是我們在撒嬌的時候才講的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我就撒嬌一下 那為什麼說這句有別的意思嗎 如果是泰文的話 這意思就是我看到你 我就開心了 什麼都不用吃 這是先計畫啦 對 在台灣就很像就是 我看到你就氣飽了 就氣飽了 對 不用吃我就飽了 因為其實對華人來講 吃東西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那如果我看到你的話 就吃飽了 就代表說我看到你我就不用再吃了 對 就表示 我不需要了 看到你就沒胃口了 就沒胃口了 對 就沒胃口了 但是我們也是看到你開心 到不用吃東西了 已經滿足了 我是那種的意思 我沒想到我 我只是撒嬌 但是沒想到我那個翻成中文就是 就變得不一樣 對 意思就變得不一樣 我覺得台灣人會是講說 我看到你就胃口大開了 食欲大增了 那就是喜歡 對對對 我要看到你 反過來 我有個朋友的老婆是韓國人 然後平常相處也都滿 就是滿和樂的 就是因為我對韓國人 其實沒有那麼的熟悉 確實 然後但是呢 就是我最近剛搬一個辦公室 辦公室小小的很迷你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來 你知道就是來熱鬧一下 就來熱鬧一下 踩一下 對對對 但是呢 這個我的朋友的韓國太太 她就帶了一大包 這麼大包的衛生紙 跟這麼大箱 裡面有六罐 那個洗手乳跟這個洗碗精 我根本沒地方放啊 這個其實有點 就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就很開心 我還是就是收起來 而且我收起來的時候 我真的是一收 那謝謝謝謝 然後我真的是不小心這樣子 因為我想說 放哪 沒有放 什麼地方可以放 就無意識的 然後後來就吃完飯之後 我就從冰箱裡拿出 我準備好的甜點 同時 因為那一天我們有拜拜 我就切蘋果 就是說吃完飯 大家一起吃嘛 結果這個老婆馬上有點面露難色的說 我們不吃蘋果 我想說 蛤 我先講送東西 韓國人在過去 會有個堅持 送東西 基本上送兩樣東西為主 第一個是 我衛生紙 那一定限定是 像現在抽的還不行 要捲筒 就是圓圓的 然後第二個是 洗碗精 或者洗洗衣粉 這兩個當中一個 那為什麼會送這樣東西 第一個先講衛生紙 是因為 它是白色的 然後捲捲的 有很多意思在 我們很注重使用性 如果你搬了新家 過去有不好的東西 或者不好的事情 像捲筒 你一拉很順就可以拉出來 順順的所有事情可以打開 同時 它一段一段的 很像錢幣一樣 你家裡更多的錢 滾滾的 這也想太遠了吧 真的 這是我們自己 附架上去的 財源滾滾的意思 對 然後再一個 因為白色的嘛 所以家裡所有都是新的 會帶來更多的 好的事情 洗氣之類的 那像 剛剛我說的 洗的東西 因為你任何這些 洗碗也好 洗衣也好 你洗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 泡泡出來 你的泡泡出來的時候 就是慢慢越來越多 就好像你的財富 幸福 遠遠不斷地 一直會湧出來 綿綿不絕的意思 所以它是比較好的意思在 那晚上是不能吃蘋果 真的不能吃蘋果嗎 韓國並沒有說 厄運其實不是每個家庭都會講 我也沒有聽說 但是會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韓國晚上吃蘋果是有毒的 因為對身體不太好 但是在韓國是 早上吃蘋果是非常好的 那早上吃那個蘋果 我們叫 黃金蘋果 那早上吃的這個黃金蘋果 好比一顆人生 這麼一樣 對身體好 對身體很有用 一天一蘋果 醫生遠離我 對對對 一樣的意思 在韓國說 我們是早上吃蘋果 晚上比較不太會吃 所以很多一些長輩 從小時候開始灌輸 你晚上不要吃蘋果 而早上要吃 同時在韓國還有一樣東西 比較特別 這是跟外國不太一樣 我們賺的第一份薪水 一定要去買禮物 送給自己的父母 還是要特定的禮物 這樣的東西你們真的 絕對想不到 真的絕對想不通 不然是這樣 因為賺第一份薪水 一定要去買 我們叫 台灣叫衛生衣 去送給自己的父母 衛生衣 衛生衣 所以如果是夏天 也要送衛生衣嗎 也要送衛生衣 五年才有可能買那一套 真的買不起 那小孩賺第一份薪水 我就是要去買衛生衣 這樣的東西 去送給自己的父母 代表說 請父母好好過冬天 因為夏天你熱 你可以想辦法去避暑 但冬天冷沒辦法 所以好好過冬天 好好過這一年 都是我長大了 我自己有獨立能力 可以去賺錢去買 這麼奢侈品 感覺就是我長大 我有錢 我有能力可以照顧 爸爸媽媽的身體 幫我來照顧你的身體 這個很感人 所以這在韓國 這蠻感人的 所以其他國家你們送禮 有沒有什麼樣的堅持 就是什麼東西不能送啊 什麼東西一定要送 在泰國有嗎 泰國因為我們 泰國人很愛錢 所以送什麼不如送禮 誰不愛錢 第一句話 講中熟記的話 這個是真的 因為像我們送給明星高 然後那個手也是弄錢的 這些都是用錢做的 對 用錢的 然後呢 用錢做的翅膀 對 沒錯 那是錢 錢 全部都是錢 真的啦 真的 然後呢 朋友開店 我們會把那個錢 折成魚 對 送給朋友 然後呢 如果蛋糕的話 如果的話 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只要一個蛋糕就好了 不要讓太多 對 這要是一個蛋糕啊 小孩子畢業的話 我們還會送一個畢業的禮物 雨傘 因為在泰國很熱 錢傘 然後 對 我們在外面還會更加冷拍照 所以我們就會弄個雨傘 而且這全部都是爭操嗎 爭操 都要爭操 這一切的一切好用俗喔 新人節的 好喜歡喔 對 其實我們好俗的 有錢花... 有錢花 如果錢花給的話 我們會做成這種花 天啊 給...給父母 那我... 很有感覺耶 很有感覺耶 我也喜歡... 對不對 像我... 有一年我有幫... 我有幫那個我公公婆婆 也做了一個 就是錢的花 對 然後 她也滿喜歡的 我今天有帶來 就是類似這種 這是錢啊 錢啊 對 上面是個幫... 對 一百而已啦 這個好美喔 喜歡藍色... 藍色的比較漂亮 拜託以後情人節 什麼日子都送得走 我從來沒有發現 我們新來賓這麼漂亮 對 很漂亮耶 很漂亮耶 怎麼有點像那個 我們要火鍋店吃的那個 鬆擺肉 可以 對 不用其他 她自己會 漂亮 一朵花要幾張折出來 我不知道 但是因為這邊用好像大概 快五、六千 就是紫巢 對 紫巢 所以藍色的一朵 藍花的花 對... 好緊張吧 對 藍的不好看 紅色比較好看 對 紅色比較好看 不是 這個紅色比較好看 我喜歡藍色 我喜歡藍色 藍色 藍色啦 我喜歡那個花瓣 再膩一點就好 我喜歡漸層的 我喜歡 紫色跟藍色 好漂亮喔 好藍... 好藍... 好漂亮 我喜歡亞馬遜河的 卡夫車的那個梗 我也要 我喜歡 那梗 那我想問你們現在錢 真的會拿出來花嗎 不會嗎 我們不會 是紀念而已 對 但是大部分像這種的話 歌手明星 現在這兩年很流行 好喜歡喔 他們都會拿出來 像我們有一個網紅 他每個生日 他都會辦一個派對 然後他們喜歡他的人 就是開放喜歡他的人去參加 然後他們都會弄像這種 扮膏啊 這種花給他 你知道他一年呢 生日一... 只有生日那天 他收到大概多少 他... 他當泰國網紅已經大概三年了 他生日那天可以收到這種的 快一千萬 一千萬 一千萬 一千萬太重 我在台灣也是網紅 我一咬一咬... 對 就是我... 因為在泰國現在 我們不流行買東西給人家 因為覺得買東西 因為不一定你會喜歡 那就送錢給你 然後你自己會拿出來 然後自己去買 真的耶 因為我們像包紅包也很薄 不好看 但摺成花怎麼OK 你看我們兩塊才幾下 下次我們有什麼記者會 你摺那個襯衫給我 然後摺圍裙 只做得會不吉利嗎 當然 超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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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會喜歡這個吧對不對 喜歡... 日本人送禮也會送這樣子嗎 但是日本送禮也很多規矩 那我們是...比如說 參加婚禮的紅包袋 那我們是用白包袋 白色的 白包袋 但是包... 白包... 白包...白包袋的那個 中間一條線 那個線條 是一定要紅白的嘛 對 或者是陰式金式這樣子 對 但是... 但是... 參加婚禮的時候 用蝴蝶結 是不行的 這個不行 為什麼 因為... 來一下 就鬆開了 那再要... 要再打結的意思 那就是... 希望你們離婚 就...因為... 因為蝴蝶結分開的感覺 對...蝴蝶結... 陰人線會斷掉的意思 對... 所以蝴蝶結代表 再一次的意思 再一次比較適合的是 小朋友的時候 就蝴蝶結很好 因為在生小孩 小朋友要生小孩 對... 蝴蝶結就OK 那如果婚禮的話 這種... 就... 拉不開的 這樣才可以 這個是... 就... 醫生... 一生一次 一生一次 對這個... 對...意思 日本是不是有很多規矩 我們是... 比如說 不管在家 或者是公司 我們不可以隨便 打開別人家的冰箱 在公司... 冰箱啊 就... 我們去朋友家 打開冰箱 是非常不禮貌的事 朋友一定不高興 對 台灣也是啊 全世界都是啊 沒有啊... 台灣五歲也會啊 然後... 就是自己拿冰箱的 對... 你來我家 你開我的冰箱 事情大掉 我要你告訴我 如果直接打開 然後拿飲料的話 這個等於... 直接打開 朋友... 朋友的錢包 拿錢的印 一樣的意思 這麼... 這麼壞 這麼不禮貌 對... 然後這個冰箱以外的事的話 如果透過日本人來 來介紹認識朋友 不管男女朋友也好 工作的也好 就透過日本來 就介紹 幫忙介紹的話 那報告什麼呢 回報 對...一定要... 一定要報告 然後... 見到面之後 或者是... 結果是怎麼樣 後來怎麼樣 一定要報告 要回報妳說 對... 有沒有成功啊 對...成功 那妳來台灣應該很不習慣嘛 又都是寶貝 所以...朋友 我今天像我的朋友 私底下直接約 我不高興 是 一定要告訴我 你們... 你們... 私底下自己約 真的私底下不高興 我真的... 做阿姨是 要先說... 什麼時候要說 我說是... 我跟他一起 滿累了喔 這樣也要跟你說 像我也是 雖然... 雖然害羞 但是我開心 聽到開心 每個國家對每件事 都是妳的執著的感覺 那種... 堅持的狀態一樣 是... 但是我覺得今天TV 好像都滿有道理的 對... 就尊重人家的那個習慣 對... 好 先接下杯 謝謝你們 謝謝... 咱們今天我們會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 那喜歡影片的 記得訂閱 然後按鈴鐺 鈴鐺 鈴鐺 謝謝 請訂閱 然後按鈴鐺 鈴鐺 謝謝 謝謝 謝謝